大家好 这期视频我们来溜守夜人 守夜人这个角色一怕双弹拉点 二怕强控断机 所以说双弹咒诅师在溜鬼方面就是 守夜人的亲爹 因为不是去选择所以说我们刷现在的中场 我们就来先修火机 然后等待屠夫的到来 有的观众朋友问我新手推荐练什么角色 我的推荐是玩魔术师和咒诅师 因为这两个角色首先他操作非常简单 道具摁一下就能放出来 其次他的道具量比较充足 这边我们看到队友溜到我们这里 现在不要翻窗 因为如果翻窗的话他就直接去抓另一个队友了 我们现在不要翻窗然后把他勾引过来抓我们 虽然说咒诅师溜守夜人存在先天的克制 但是我这一刀好险 但是咒诅师这个角色因为开局是白板 所以溜任何角色想要成功的前提就是 吃第一刀之前一定要吸出一个喉 比如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喉吸出来了 我们就能很好的去滚雪球 这边打他一个出其不易直接翻板 因为如果不翻这个板的话 我们会被他架在这个短板区域 我们一个翻板加速直接拉小木屋 这边他想吸我们 我们就疯狂的点道具 第一时间给他这个吸打断 这边守卫人交一个闪现 想要震慑这个修机的野人 那他就是有点想多了 你看我们这个强控 打守卫人就比较的克制 如果是软控的话 比如说油柴都放狗 那打守卫人的效果就不是很好 但是有一个角色例外 就是武女 武女是克守卫人的 因为他放板下壳 等守卫人翻过来 他是可以回翻的 如果有机油机翼的话 这边实在不行 叫个飞轮 这边趁他踩板的时间 我们赶紧修会机 成功修了10分的破1分 非常的赚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 不管怎么玩 大概率最后的最佳演绎 都是给救人位 我真的是不理解 这个10分就 奠定着我们这把 MVP的基础 我们接着说刚才的话题 武女因为可以回翻 比较克守卫人 那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教授 因为教授的被动 可以让 这个屠夫 出刀变慢 所以说也可以回翻 如果有机油机翼的话 但是话说回来 最克制守卫人的角色 还得是双坛咒术师 或者是像病患 小丑这种角色 可以提前拉点 那也可以在 开局的情况下 克制守卫人 这边先知并没有看抬手交鸟 这就导致 这个鸟 我感觉他再差一秒钟 就被打成射了 因为这个减速效果非常明显 我们赶紧直接给他猴掉 猴掉之后要尽快进板 因为他 吸完之后有一个加速 这边回手掏一下失误了 那没有办法 所以说到了这么半天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遛守卫人了 首先就是开局 双坛拉点 或者说像病患这样 拉刀就拉点 其次就是像武女 还有教授 他可以挥翻 再其次就是强控 比如说咒术师 六守卫人 基本上就是这三种方法 因为守卫人 他的技能也有点魔法的样子 你跟他板肩博弈 其实 有的时候不会太转 但是守卫人 他毕竟是单道祝福 如果你板肩博弈特别强的话 你砸到他 那其实还是你占上风 守卫人呢 二阶段机动性很强 有控场的说法 而且那个大西非常的厉害 虽说张狂守卫人非常难留 虽说我们在前期一定要跟他拉点 这边偏一个板子 因为他的减速效果非常明显 那个板子肯定不能翻他 然后别人看队友机都快压好了 我们赶紧翻个窗 然后不要叫这个猴 赶紧就就地死掉 因为没跌大心脏了 六股台他们就直接开了 这边野人救起来 我们赶紧到这个椅子后边 让野人赶紧走 我们要发快走信号了 这野人再不做你就要死了哟 好 我们留着两个猴和一个飞轮一直跟他绕这个椅子 就算他有吸的话也没有 因为我们可以给他断掉 这不人狂不走位 他并没有选择挂人 而选择出去控机子 没有鸟的先知就一个白板 就死掉了 现在我们如果想赢的话 因为门还没有压好 所以先知最好得偷一下 那我们带着两个猴去给压力 我们是半血上话飞 所以说 在他的眼里 我们一定非常非常的美味 来了 就把盖上压力让那个人偷人 直接盖板 飞轮 翻板 他要跳过来 没有关系 我没有猴 猴一下 再翻板 再准备猴 但是他跑了 因为人没偷下来了 那边两个人分开走 我们就散跑了 因为宙师开局没有猴 如果选择拉点的话 也没有办法去近身吸他的猴 然后开局飞轮也好不了 所以说开局 宙师溜血 所以人其实有点危险的 这边翻个键 过来勾引一下 因为杂减原是半血 好把他弄过来 这边他跳一个板子 我们直接去后面这个板子玩 飞轮进板 把这个板子盖掉 然后现在 一个飞轮 换出来一个猴 我们现在就无脑胶猴就行了 现在就是一个胶猴模拟器 其实像木地这种地形 它的板子都是长板 而且板区比较密集 板子之前转点比较方便 所以说这种地形溜水 人还挺好的 你看比如说这个点 他一直吸过我们 我们一直不翻 等他过来的时候再翻 你看如果是短板的话 就没办法 但是是长板的话 就很好不易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地形溜水 人比较好 就是 一板一窗 或者 两窗一板 如果他一直不踩板的话 那你跟他 就是他如果跳板的话 那你跟他一直跳 一直翻窗 一直翻板 其实他也是打不到你的 如果你反应过快的话 第一刀过板 那第二刀也才过板 所以说回头砸他一下 这个点三台机量 他一刀都没达到 所以说 他肯定会过板着急的 不用想直接砸他就行了 这边来到这个长窗区域 六手一人就来这种地形就行 这个窗户就相当于一个 应该踩不掉的板子 他如果没有 风窗的话 那这个点能一直溜他 把这个板子下的是因为 这样绕的时候 能多一个窗坛 揪手 给他送一刀 可怜可怜他 挺好的 但是机车说我可怜你 我可没有那么好心啊 把九手吸过去了 非常好 再翻个键 把他勾引过来 再晃他一刀 自家好了 准备吃刀开枪了 这没想给他挡一刀啊 那会是否看不下 你还要吃这个 那么多久 可能有点 你还想要吃 你还想要吃 所以 我已经想要吃 我看不下 我真的会想要吃 小点子 我看不下 我会想要吃 你还想要吃 这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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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